爸爸媽媽有沒有帶你們去看牙科醫生 有 我們可憐說的話應該是從串效開始到現在 大概他已經60歲了 為什麼這次我們多天老樹基金會來搶救我們的樹 主要是說他的樹幹中心已經開始胡亂了 然後再來在樹根部分的話 發現他有一些增菌的侵蝕 我很怕說這個串效之樹一個不小心就倒下去 對我們來講的話是我們校友的一個什麼 內心一個痛苦 畢竟他是陪我們長大的樹